这是人贩子头目没意义拐卖儿童的真实录像 30秒拐走一个女大学生 20分钟拐走46个孩子 短短两年时间拐卖儿童数百名 所作所为简直令人发指 被公安机关直接列为A级通缉犯 视频拍摄于2009年 当时为避免引起社会恐慌 便将这段真实录像进播了14年 直到前不久在网上公开后 让所有国人看完咬牙切齿 但今天我们要讲的并不是梅姨 而是比梅姨还要可恶百倍的人贩子 他就是画面中这个被人称为中国第一人贩子的陈莲香 而这一头衔绝非浪得虚名 1950年7月陈莲香出生于福建 在他50多岁的时候 通过朋友介绍加入了一个贩卖儿童的犯罪团伙 从2009年起开始做起了人贩子的非法勾搭 并且在短短两个月时间拐卖了46名儿童 外貌和蔼可亲 富泰谦和的大妈 没想到竟然是一个披着人皮 无恶不做的恶魔 为了他口中所谓的利益 竟把所有的人性都抛至脑后 忘了自己还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据受害者家人描述 此人作案手段其实并不高明 无非就是利用自己老太的面貌去蒙骗天真的儿童 或者是那些对老年人没有什么防备的家长 最不济就是火动他人在偏远的农村 直接通过胁迫抢夺等卑劣手段 明目张胆把孩子从父母的手中抢走 然后随手以极为低廉的价格转手卖给二道贩子 这些狡猾阴狠的二道贩子则会将孩子们分门别类进行明码标价 对于那些有身体疾病或者有痴呆症状的孩子 则会直接打残逼去严接乞讨 或者从小培养他们偷盗技巧 让他们混迹在人群中作案 留为他们的赚钱工具 这些孩子们每天都会被关在暗无天日的铁笼当中 遭受人贩子们无尽的凌辱 以及非人的虐待 而当我们回头再看陈连香的人生不难发现 其实他也是一个有着坎坷命运的农村孩子 他的生活同样非常艰辛 但让人最为气愤的是 他竟然将自己的痛苦 以数十倍的不幸一览无遗的转嫁给了46个无辜的家庭 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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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中国第一人贩子被捕的真实录像 30秒拐走一个女大学生 20分钟拐走46个孩子 短短两年时间拐卖儿童数百名 以极为低廉的价格转卖给二道贩子 然后明码标价进行出售 那些有伤病或者痴呆的孩子 会被直接打残逼去沿街乞讨 人为他们的赚钱工具 就是这样的女魔头 在被捕后竟然只坐了五年大牢 人贩子都已经出狱了 他贩卖的孩子竟然还没有找回来 拐卖儿童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话题 对于那些可恶的人贩子来说 却只是一个赚钱的捷径而已 如果想要防止孩子被拐卖 首先必须要了解人贩子的作案方式 通常人贩子会先引开家长的注意力 而后再联合同伙趁机抱走孩子 除此之外 人贩子还会找到落单的孩子 趁着父母不在身边 以糖果食物诱骗的方式 假装是孩子的亲人将其拐走 画面中这个女人名叫陈莲香 被称为中国第一人贩子 虽然她的成长史充满了艰辛 但让所有人无法容忍的是 她却将比自己痛苦数十倍的劫难 一览无疑地转嫁给了46个家庭的身上 少年时期的陈莲香也曾是名誉四乡八村的善良女孩 但由于家境非常贫寒 兄弟姐妹也非常多 所以没能拥有读书写字的机会 一直都跟着老实巴交的父母 过着日出而坐 日落而息的农村生活 但就在15岁的时候 她怀揣着梦想 独自背着行囊 离开了家乡 来到了繁华的大都市 因为没有一技之长 只能靠着干苦力来维持生计 正是长此以往穷困潦倒的生活 让她对金钱有了非常迫切的渴望 甚至一度达到了疯狂的状态 她带来这种贪念 一直默默隐忍了40多年 就在花甲之年 她最终还是没能按捺住内心的欲望 彻底的爆发出来 直接踏上了一条拐卖儿童的不归路 她先后拐卖了30多名女大学生 以及46名儿童 短短两年的时间里 非法获利数百万 殊不知警方其实早就盯上了当 并且布下了天罗地网 最终不仅将她逮捕 更是将其所在的团伙一举歼灭 哥陈莲香在被捕后所说的话 就让所有人听后咬牙切齿 这是中国第一人贩子被捕的真实录像 30秒拐走一个女大学生 20分钟拐走46个孩子 短短两年时间拐卖儿童数百名 以极为低廉的价格转卖给二道贩子 然后明码标价进行出售 那些有伤病或者痴呆的孩子 会被直接打残逼去沿街乞讨 沦为他们的赚钱工具 就是这样的女魔头 在被捕后竟然只坐了五年大牢 人贩子都已经出狱了 她贩卖的孩子竟然还没有找回来 画面中这个女人名叫陈莲香 被称为中国第一人贩子 就在她被捕之后 面对警方询问孩子都拐到哪儿去的时候 陈莲香竟说她也不知道孩子的最终下落 表示自己只负责拐 从来不会过问孩子的下落 除了那些被打残培养成职业乞丐的孩子 其他不愿意成为他们赚钱工具的 会卖到国外的人体器官贩卖团伙 最让人气愤的是 就在民警问她 为何要走上拐卖儿童这条路时 陈莲香却只是简简单单的说来钱快 如此不屑的回答 足以看出陈莲香这个人有多歹毒 而当警方问及她 有没有想过那些没了孩子的家庭该怎么办 陈莲香更是满不在乎的说 没了孩子可以再生啊 根本无法想象如此禽兽不如的话 竟然是从一个人的嘴里说出来的 最终陈莲香被判处十年零一个月有机徒刑 可在监狱期间 因为表现突出 这个心如蛇蝎的人贩子竟然被提前释放 只坐了五年大牢 虽然这一消息很难让人相信 但一切确实都是按照流程办事的 最让人气愤的是 这个恶贯满盈的人贩子都已经重获自由之身了 而他曾经拐卖的孩子竟然一多半都没有找回来 各位看官觉得这个判决如何 请把你的看法留在评论区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